你說今天黃國昌在這個11位 今天在這個下午也站C位 黃山站在旁邊 這是一個非常清楚的路線的高下立判了 老闆哥當這個站位出現的時候 遊戲就已經結束了嘛 因為你說當這個位置出來 遊戲結束了 那就是藍白河99%的機率 綠白河只剩下百分之 大家寧可跟黃國昌溝通跟合作 因為黃國昌比較穩定 黃國昌當主導的時候 我會覺得比較安心啦 對 我這一幕又看不懂了 這我看了好幾遍 這真的是黃國昌嗎 這真的是黃國昌嗎 這是AI假照還是真的黃國昌 怎麼可能黃國昌被人家摸頭 摸頭是沒有關係的 那個摸頭的方式很奇怪啦 那是拍頭啦 拍頭 而且黃國昌也太高興了吧 高興嘛 兩個談得愉快嘛 就合作高興的 把他拍拍他的頭啦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看到寵物 拍拍 寵物 寵物嘛 黃國昌長得很帥啊 對不對 我是 我當然不會去拍 我不會帥哥拍頭 幹什麼奇怪 傅崑奇 這個是不是有這個習慣的 做這個事情 但怎麼講 我現在這裡面有一個 可以看出來這個動作 這個肢體語言可以解讀成 非常大的一個大方向 什麼大方向 就是黃國昌的決心非常堅定 你知道吧 決心要當小富的小弟 這個大概確定了 這就要跟海信一樣 胯下之主我都忍了 這個還沒有到那麼 當小弟當胯下之主是不可從日而語的 但是為了新北市民的奉獻跟犧牲的機會 我覺得黃國昌這個行動 這個我非常支持 拚了 拚了嘛 當然拚了嘛 黃國昌最近到處在問人家 是誰要選新北 誰不要選新北 所以黃國昌的重點在新北 我覺得為了新北 新北將來有可能當總統 所以你要知道 這一步是他的燈籠布 你知道嗎 如果為了摸摸拍拍頭 然後當暫時當副小弟 然後兩年後當新北市長 這個你不願意嗎 我就很難講 我太老了 沒有條件願意 我年輕的話 我可能願意追隨黃國昌 我現在太老了 黃國昌本來我上次在這邊解釋過 你忘記了嗎 爬牆啊 爬牆 爬牆是功夫耶 爬牆要有體力 要向上攀攀攀 要攀 攀上去 爬過去 跳過去 黃國昌的 他之所以 今天我們富大哥敢 能夠拍他頭 這個交情啊 得來不易啊 好幾個月的努力奮鬥 才爭取到 你說我們現在只注意到了 黃國昌被拍頭 黃國昌被拍頭 這麼高興 可是關鍵就是 富崑奇怎麼敢拍 他怎麼敢拍到說 他要知道黃國昌不會生氣 就代表他已經有十足把握了 不能用敢這個字 因為副委員副總長跟我是好朋友 他沒有那個惡意 這是一個親密的表現 他對黃國昌的認同跟認可 這兩個一定私下還有很多的交流 這不是說突然間你看到我都 對啊 你誰敢 你第一個你敢拍 被拍得還這麼高興 那是有很多醞釀過程的 他有很多前戲嘛 很多這個 pre treatment 有很多前置動作完成了 所以兩個已經有很深厚的革命情感 所以這個不是很容易 黃國昌今天從一個 時代力量這種極端的極律的人 走到跟森蘭的交往 到今天這種轉型成功 這是男子和大丈夫 這幕真的太 我無法形容 太不可思議了 我還真的是不知道我眼睛看了什麼 因為你知道在太陽花學 學運的時候 我是在立法院裡面守了一陣子的 然後呢 而且我在立法院是看著黃國昌 他們當時跟林非凡在那邊講一大堆 就是我們今天在那裡講 所以當時的黃國昌 是被奉為學運導師 結果現在現在出現變成是附水組織 附水組織 真的是附水組織 我跟你講 你不要看這個八桃 這個八桃其實意義很真 你有看過平輩在八嗎 都是長輩在八下面的人 這代表什麼意思 這是我小的 第二件事情 你知道他還講什麼嗎 他說 這個如果說明天 立法院的時候 一定是黃國昌 從第一個去保護韓國瑜 我跟你說 我就準備一個口哨吹 看誰跑第一個 我問你啦 講這種話其實跟你招攤 黃國昌 讓我更覺得不可思議的一件事情 其實當你那個 傅崑群的手過去的時候 你好歹也擋一下吧 你好歹也說 那個阿妹卡拉手來 結果他不敢這樣 反而是誰這樣 反而是隔一天今天的陳世軒 站起來直接跟他說什麼 跟他說總召你不要這樣子 那我跟你講他在這 你看有沒有直接 人家小朋友還敢站起來說 總召你不要這樣子 我跟你講其實黃國昌 自己被拔桃 某一種程度上在什麼意思 你已經是總召了 你民眾黨的總當被拔桃 對於傅崑齊來講 你所有這些都小的 我給你拔也是拔價而已 不是 我現在對於民眾黨的恩怨 裡面的鬥爭 我真的太有興趣了 剛剛吳斗特別要幫我們看的 這張照片是這個519 你要上街頭 你等於說是一個 事實大會的一個習文 習文裡面真的 我衝著賴清德而來 我當時上面我就覺得很奇怪 這個到底誰幹的 你不可能是 我覺得不太可能是柯文哲 因為他完全不符合柯文哲的利益 跟柯文哲的個性也不相符 結果你說你去查了 貼文的人都是黃國昌 對 保雷哥我現在可以斷言一句話 就是黃國昌把柯文哲吃定了 他根本沒有在給他尊重 為什麼 因為今天他們發布這個民眾作主 我們講的陸續的文宣稿 請問一下 發布這種黑色攻擊的人是誰 通通都是黃國昌 而柯文哲的臉書有沒有發半張 沒有嗎 半張都沒有 你說剛剛賴清德的那張照片 他的攻擊的文章不要再騙了 柯文哲的臉書都沒有貼 對 柯文哲完全沒有貼 而且柯文哲最近都還有一些溫溫心心的 甚至還有母親節的文章 結果黃國昌不只發了一個賴清德 他還是有節奏的在發 你知道他怎麼個發法嗎 他是在兩三天前就已經開始預備了 他先用王美花 然後再用林佑昌 然後再用蔡英文 再用柯建民 保德哥你們都注意到一個 有程度之分 程度情節越來越嚴重 結果他選在 就在我們錄影時間 剛剛前15分鐘的時候 竟然把誰給貼上了 賴清德 把賴清德給貼上了 所以他是逼死柯文哲 我講白了 他說不要再騙 請問一下賴清德就任了沒有 520到了沒有 根本就還沒有 賴清德做了什麼 也沒有 而且他講的這一篇裡面 賴清德理論上 他是什麼 他受害者 因為他在討論網軍這一件事情 結果黃國昌才不跟你親紅照白 反正我就是把槍給開了 但保德哥我問一下 黃國昌做這些舉動 他真正的目擊到是什麼 他只在想一件事情 我要組長掌握打綠的大喜 而且我要把整個民眾黨脫下水 整個民眾黨未來只能有一個路線 這個路線叫什麼 反綠 反綠的路線 那我請問一下柯文哲敢不敢韓口 不敢嗎 柯文哲現在完全沒有力量 跟黃國昌抗衡 黃國昌把柯文哲吃定了 所以你仔細注意看 在519這一場活動 我們都不用再討論說 到底誰是主導權 因為當黃國昌PO出這個文章 而且柯文哲我訪問一下 請問一下誰是黨主席 柯文哲 那柯文哲為什麼沒有制止黃國昌 柯文哲自己不發 為什麼沒有能耐制止黃國昌 那民眾黨有發嗎 有 民眾黨有發 有發 所以我請問一下 那現在民眾黨 那民眾黨到底是誰的 對 現在到底是誰當家 到底是柯文哲的白蓮教 還是黃國昌的國運蒼龍黨 所以如果說請問一下 因為柯文哲現在很清楚 他在519的時候 做任何的動作 他如果要跟賴欣德對著幹 那我請問一下寶傑哥 他520幹嘛要去 這肯定不是柯文哲的意思嘛 他520去就是希望能夠跟賴欣德 有一個和解 有一個對話空間嘛 沒有說我今天去你家門口 給你八八兩個 然後隔天還跑去說 我要跟你祝賀生日快樂的 所以很險 等一下 柯文哲是講 在過世 他之前是講說 是他代表台灣民眾黨 像賴欣德準總統 蕭美琴準副總統 及即將上任的行政院長 總統太極性格 表示祝賀之意 我在我的臉書貼祝賀之意 然後我在這個地方 拿刀相殺了 所以保留柯文哲趕快再撇清關心說 賴總統 求勞啊 不是我 我祝福你聖日快樂 我祝福你就職康太 所以那個全部都是黃國昌的所作所 你千萬不要來催我 否則我就問嘛 怎麼可能民眾黨罵賴欣德 黃國昌賣賴欣德 就柯文哲祝福賴欣德 那我就講 現在民眾黨的黨主席 現在民眾黨的老大 到底是誰 恐怕在柯文哲進去蹲之前 就已經先被創位了 不知道 今天民眾黨已經貼出他的所謂的519上街 竟然 他直接 你第二天你要參加520人家就職 你519直接對賴清德對嗆了 賴清德520登居大典 你519你用這種海報出來 這個是非常極端的惡意 而且是對憲法非常的不禮貌的行為 因為他是憲 他跟憲法效忠的 你搞這個玩意的時候是什麼意思 而且他過去一直講說 騙騙騙騙騙是誰騙 是蔡英文政府騙 怎麼把蔡英文政府移植到賴清德頭上來 蔡清德要520還沒開始幹 對 他就變成騙子了 這個 不是我剛剛好奇 那這是誰下的手 這是柯文哲下的手 黃國昌下的手 還是戰狼小姐姐 還是黃珊珊下的手 這個要靠你這種高明的智慧來看得出來 我看不懂了 我完全看不懂 我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不是因為這個完全不符合柯文哲的利益 而且跟柯文哲最近的談話完全不符合啊 因為這個一搞柯文哲下個禮拜收押 我跟你保證 對 他完了嘛他 那方國昌才能做大 不是 你這個動作是根本跟你賴清德於死罔破了 不是 這個太惡意了 太惡意 太惡意 太離譜了 太離譜了 這個 這個我沒有辦法去 已經到瘋狂的程度 因為這個你在辦喜事嘛 人家在辦喜事嘛 對 你跟我們創一張這種的 對 這個是極度的惡意 他用的色彩 他用的Poster 他用的Poster 他用的Slogan 你特別選賴清德那張照片 對 然後還用的是 賴清德什麼時候騙過他 所有過去跟他承諾的全部是蔡英文啊 怎麼用這種方式來處理他的519 怎麼用這種方式處理520 這就是今天 我認為柯文哲自尋實路 會出事了 當然出大事 雨萱 我看到這個影片 我演出真的掉下來了 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黃國昌耶 多麼驕傲的人 怎麼可能被人家拍頭 太離譜了吧 太離譜了吧 我不知道 我們還在上一節廣告 在討論AIT吧 這真假的 怎麼可能 我以為是A合成的 對啊 很像嘛 因為我最近還去問很多人 他們說不對啊 現在的小學生都不給人家摸頭的 黃國昌怎麼會給這樣 傅昆琦 偷摸下去 我今天平心而論 不是摸下去 我直接開始 拍一下 我平心而論 你如果要摸我頭 你知道我會說什麼嗎 DON TOUCH ME 黃國昌在這個議場的門口 在幹嘛 他在看門耶 黃國昌在看門耶 那傅昆琦是拿著什麼過來 拿著炸機桶來耶 然後炸機桶來之後 拍一拍 看門的黃國昌的頭 我說欸小黃 然後你知道傅昆琦說他什麼嗎 很頑皮 不是啊 這不是人與人互動吧 因為黃國昌就講說 不是啊 我覺得有這人與人之間的幽默互動 你們不要太離譜了 講成這麼誇張 寶麗克爾 這是人跟人之間的互動嗎 我不知道我沒辦法 我都不好意思講了 我再補充一點 你就覺得更離譜了好不好 你知道傅昆琦怎麼形容黃國昌的嗎 他說我如果拿著哨子一吹喔 黃國昌馬上就會衝到韓國瑜上面 現在整個狀況是這樣 好歹黃國昌是什麼 流量動輒三四萬以上的民眾黨戰神 他是小草男神 他還有一個背景 知道他這個背景是什麼嗎 法學迫手 請問一下傅昆琦的背景是什麼 更生人 一個更生人 把這個法學博士 頭巴下去 你怎麼調皮 你肚皮啦 黃國昌這樣 還在那邊笑 撐個踢頭 但我跟你講黃國昌無所謂啦 因為現在是傅昆琦的三百兄弟 你知道嗎 為什麼三百兄弟 他自己講的啊 他說為什麼我要跟國民黨 一起去顧門 他說國民黨 是我們一同作戰的夥伴嘛 這夥伴兩個字都講出來啦 國民黨是要作戰的夥伴 對 所以你看顧門他也顧門 頭也給人家扒了 炸雞也給人家吃了 對不對 人家說他頑皮 人家叫他說吹哨子 你馬上噴的 你往前罩 他也無所謂嘛 因為他現在樂於致此 但我坦白講 我覺得他現在已經可以做到 唾面至乾了 他沒關係 因為頭摸了人家講 摸頭摸頭頭 頭壓下去 他就抬不起來 黃國昌也沒打算 在傅昆琦面臨抬頭嘛 因為為什麼 你自己看啊 他在議場裡面 他對另外一個人 也是一樣 必功必敬 傅昆琦也小case而已啦 你知道他直播的時候 跟他的這個陳世軒 你知道他們聊到一個人是誰嗎 韓國瑜 你知道 嚴斃韓院長 你知道怎麼形容嗎 稱讚韓國瑜的話語 如滔滔將水不盡 談到韓國瑜 如舉世滔滔 最讚的院長 他就說韓國瑜 韓院長非常有身段 很柔軟的而且 這個對比就非常有趣 他也要去拍那個陳世軒的頭 要不讓他拍 對 保證這個畫面 是在今天下午的 就韓國瑜 昨天頭給他拍了 對不對 然後你看喔 今天過去的時候 傅昆琦不是先拍他的頭 他是先摸陳世軒的肩膀 陳世軒是什麼 小咖 你做小咖 你看陳世軒在幹嘛 坐立不安啊 這樣不對 這樣悶湯 數劇情逐漸往悶湯的發展 結果果不其然 傅昆琦頭又幫他摸一下 想說 我試一個黃瘡可以 我現在試你陳世軒這個小朋友 他說 哎呀 你這個小朋友 所以你知道誰去說什麼嗎 跳起來 不要碰我 陳世軒很害怕 我等一下也要顧門 我等一下吹罩子也要跑 我等一下會變得 跟黃國昌一樣的處境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連陳世軒都不願意 那黃國昌怎麼會做這種事情 但寶貝哥你覺得 這是黃國昌第一次嗎 不是啊 他肢體接觸你都忘了嗎 他前一陣子跟一個人做什麼 做什麼 跟韓國瑜啊 報報嘛 一報明恩仇嘛 所以我們講黃國昌 現在已經沒有下線了 我覺得他在眼鏡當中 他在進步當中 他當時都看到 他當時韓國在報他的時候 他非常尷尬 還有一點 就這個 他當時非常尷尬 你就發現他今天被拍頭的時候 樂不可屈 對對對 他在進步當中 黃國昌 逐漸的在訓練自己 逐漸的在豐養自己 讓自己成為自己的未來喜歡的模樣 所以我後來發現理解了 我要幫黃國昌取一個新綽號 我最喜歡幫民眾黨取綽號 傅崑崎說他刷頑皮對不對 韓國瑜報他對不對 我未來就叫他頑皮豹 分成 遇到國民黨就是一隻可愛的頑皮豹 但你想想看喔 以前黃國昌怎麼形容傅崑崎這個人 拜託啊 2021年 2018年的時候 他說傅崑崎是權貴犯案 說他還有好幾個案子 那時候炒股案嘛 他說拜託啊 怎麼可以權貴刷出來就出來 他說他應該要進去裡面 蹲久一點 結果現在時空背景大不相同 反而遇到傅崑崎 通通變成麻吉罵 那你仔細看看 其他的人 民眾黨的人 畢之唯恐復起 那為什麼只有黃國昌 想要積極的往前抱上去 為什麼 那理由很簡單嘛 他現在恨不得自己就是黃國昌 變成藍國昌嘛 對不對 但你對比另外一個人就奇怪了 因為當黃國昌 現在不斷的在議場 跟所謂的傅崑崎現隱起的時候 也是在另外一個門口 但不是議場這個大門口 你知道黃珊珊的大門口 你知道堆了什麼嗎 堆了一大堆柯文哲的海報 柯文哲以前的文宣 柯文哲的村聯 他要幹嘛 把他丟掉 對 就丟在地上 那不就跟何志偉 把陳時中的沙畫丟掉一樣嗎 對對對 而且更過分 你看喔 他還鬼頭的喔 整個村聯丟在那邊喔 然後你知道黃珊珊被發現 想說不對 因為第一個 你議場你人也沒去 再第二個 結果你自己的門口 竟然這個垃圾堆裡面 把柯文哲的村聯 當作垃圾丟掉 結果你知道黃珊珊講說什麼嗎 他說我這只是無心自過 他說你們不要這麼誇張喔 沒有一大堆村聯 那是因為垃圾桶比較浮 怎麼都滿了 他說是滿的啦 沒有村聯 只有一點點 這保理哥你知道這件事情 好笑在哪裡嗎 黃珊珊幹嘛那麼緊急 這麼緊張趕快跳出來 他這個新聞出來 我注意到沒多久 一兩個小時馬上回覆喔 因為他已經避風投避很久了嘛 議場他也不去 然後呢基本上黨團的會議 黨團的記者會 黨團的內容他都不參加 因為他現在極力的想要跟柯文哲撇親關係 董事長我到底看到什麼東西 我是誰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良情折目而期 黃國昌終於在目前這個短暫的時空裡面 他找到一個歸宿 折目而期 花蓮王嘛 花蓮王摸一下頭幫他加持一下 我覺得是有好處的 他很簡單 黃國昌一心一意義 這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小草 一個就是新北嘛 那小草沒有意義 小草是浮動匯率 花草是每天浮動多啊少啊 很難講我們每天在做直播 我們自己知道嘛 但新北來講的話 可望不可及嘛 但是目前的情況之下 你要注意喔 目前的政壇裡面喔 有三個人決定了立法院的未來喔 或是每天在短時間制的未來喔 第一個人是誰 就是傅崑奇 對 傅總召綜橫拜賀耶 你看看有沒有 這不得了啊 然後他能夠跟黃國昌 保持這種密切合作的關係啊 就是確定了國民黨藍軍的多數 對不對 然後又有另外一個 很好的一個棋逢敵手 誰 的柯建民 這個鐵三角喔 看起來是有戰有和啦 但是和中又有戰 和中那戰中又有利益 所以這裡面這個局喔 立法院這個看起來是個混沌的亂局 其實有一個最大的苦楚是誰 你知道嗎 是賴清德 為什麼 賴清德就弄亂跳了嘛 賴清德要把他的內閣往前推嘛 希望替國家建設能夠快點上手嘛 這個國家機器快點啟動起來 不能再拖下去了 那個擺備待舉嘛 對不對 結果你們這三個人 給他腳亂掉了嘛 這個三個人剛剛好把腳亂掉 很簡單 然後賴清德一點辦法都沒有 對 所以這個僵局這個亂就不是這樣 亂局 可是黃國昌會願意 你是戰神耶 你是黃老師耶 你是法學博士 你怎麼會願意讓人家拍頭呢 不 黃國昌這個不簡單嘛 對不對 就是他這個喔 就是你說犧牲小我 犧牲一部分的這個 一部分的面積換了很大 極大的光明嘛 因為副總召是一個很機靈的一個人 那扒這個會有收穫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表現出來 就給等於告訴了賴清德說 你看黃國昌跟我是鐵哥們 你們誰都不要玩 他們兩個加在一起代表什麼東西啊 代表的草小野大 這個格局這有格局的 這頭不是現在扒 扒到一個格局給你看 看完你看完你要怎麼樣 你要好好來幫你們拍一拍攤 我們要接下這個片段非常耐人尋諱 有一次在監察院之前 阿伯不是跑到那邊 然後號召的小手 接著所謂的參加 踴躍參加519的這個活動嗎 可是在裡面有一個非常鮮明的對比 柯文哲明比較 我們這個胡口號 不會改變這個國家 可是沒多久 結果我們看到了黃國昌 就帶領著大家胡口號 不能改變這個國家 好 我們再還有一次口號 推動改革民眾做主 來1123 推動改革民眾做主 不能改變這個國家 好 我們再還有一次口號 推動改革民眾做主 來1123 推動改革民眾做主 我看這個也太尷尬了吧 而且黃國昌在帶著大家喊口號的時候 柯文哲就把麥克風拿起來 他其實沒有講什麼話 我反問一件事 因為現在大家一直在討論說 到底這個519會有多少人數嗎 因為警察局是不是講說只有1000人 只有1000人 大家很擔心 但我反問一件事 柯文哲什麼時候說他希望人多了 就如同這個喊口號一樣啊 柯文哲什麼時候說他希望人多了 他不要人多嗎 我跟你講柯文哲 他現在狀況是這樣啦 警局抓1000人對不對 他要是照他以前的個性會想說什麼 誒 我那時候笑說你現場只有5000人 他們每個出來爆爆跳 說我們5萬人啊 你亂講啊 你這樣全翻車啦 是不是很激動 這一次警察局說他1000人 他有沒有講半句話 有沒有說半句 沒有 完全沒有啊 只有黃國昌有講 這只有黃國昌在意嘛 所以對柯文哲來講是這樣 多一個0也不行 少一個0也不行 就1000人剛剛好 柯文哲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因為對啊 重點不在於人多人寡嘛 人少就算了 請問柯文哲是不是知道自己現在拉稅 他知道拉稅 他當然知道啊 每天流量那麼差 YT都沒有人 然後新聞記者都沒有人 大家問他就是問弊案 他怎麼會覺得自己現在有這個能耐 要去訴求龐大的政治動員 柯文哲清楚嘛 他智商157耶 他不傻 所以保留他在幹嘛 你有沒有看過那種貓咪 家裡有那種家貓 你知道家貓遇到人喔 要示弱的時候他會做什麼嗎 他躺下來把肚子露出來給你看 你知道為什麼他要露肚子嗎 因為那是他最柔軟最脆弱的一塊 所以你知道他代表什麼嗎 柯文哲在幹嘛 把最柔軟那塊弄給人家看 對嘛 他今天在跟賴清德講一個故事嘛 他是不是走上街頭 那走上街頭有兩件事 第一 為什麼1000人剛剛好 意思說我現在也沒什麼能耐 我也不是你的威脅 我也不是對手 這樣就好 脆弱 脆弱嘛 肚子露出來 賴清德給你看 可以摸一摸 再來第二件事情 他在求勞嘛 寶貝哥為什麼求勞 請問他招這個1000人上街頭 喊一喊之後 現在賴清德也好 現在的司法系統也好 敢不敢在五一之友之前 把他調去問 看起來沒有了 那當然不會嘛 為什麼 因為我今天調你他會有一個風險 這個風險就是 我如果減掉系統現在去羈押你 交保你 搜索你 都好 請問一下這1000人 會不會後面多一個0 會不會變1萬 有可能 變2萬變3萬 那換言之嘛 為什麼我說柯文哲是打假球 如果柯文哲要訴求 把所有群眾好見 他講句話就好了 我都被那個台灣司法破壞 請各位一定要當我的背後 當我的靠山 當我的力量 否則 我們沒有辦法面對這種政治上的追殺 你們忍心看到我進去裡面蹲嗎 他打杯琴牌嘛 把自己訴求嘛 你跟我談什麼民眾作主 什麼四大改革 這講得有感覺嗎 我都沒感覺了嘛 小草會有感覺嗎 看起來也沒有啊 為什麼這樣講 連館長都吐槽他耶 館長吐槽他 對啊 館長說 我覺得有點重複動員了你知道嗎 然後再加一句三字經 我覺得重複動員了 但是 我都受到邀請了 我不得已 我也被迫一定要去參加 連館長都不想去了 那理論上來講以前柯文哲的特點是什麼 感動 號召 好笑 有趣 結果連館長都說我實在很不想去 但他們叫我去我硬要去 那我問 館長算是最大科的那種大樹了吧 那小草作何感想 那柯文哲知不知道 他當然知道 他就不希望人太大在嘟好就好 人如果太多 但是沒大就太多了 但另外一個人就不一樣了 誰不一樣 喊口號的那位 黃國昌就不一樣啊 黃國昌當然希望人越多越好 為什麼 因為對於他而言 他現在要把整個議題的主導權抓回來嘛 如同柯文哲說 好啦 賣花賣花賣花 好啦 沒辦法改變啊 那韓國昌大力拼命喊 拼命喊 因為理由很簡單 他說這個活動 我四月我自己籌備的 我一心策劃 然後呢 原本我們要佈置在凱道上 對不對 那凱道上呢 那因為那個陸權的關係 520就要就職了 所以沒有辦法 我只能轉移到民進黨這邊 而且他講句話最關鍵的 他說這種街頭運動 才應該是一個政黨 包括民眾黨 是真正應該做的事情 寶貝哥請問這是對的還錯的 這亂講嘛 是誰在走街頭運動 誰在走抗爭 時代力量 時代力量才是抗爭起家 民眾黨怎麼起家的 網路 線上線下 柯文哲什麼時候跟你講說 他動員一大堆人 柯文哲以前說什麼 說拜託我們找那麼多人 那個都是遊覽車 撈民傷財 他說不要辦實體活動 他說用網路用號召就好了 所以民眾黨根本不是 黃國昌講的 黃國昌是想要把 時代力量復辟 重新把民眾黨變國運昌紅黨 所以你說柯文哲跟黃國昌 這兩個叫什麼 同床異夢 橫看陳寧各成風 包括國昌 阿伯想的根本不一樣 柯文哲只是想要借這個 逃過司法追殺 以時間換取空間 而黃國昌想要借這件事情 一旦打綠急先鋒的領頭軍 好 董事長 你說現在柯文哲有一點 是六神烏的 他現在非常的一個焦慮 焦慮到剛剛講的 今天館長做了一個民調說 館長那個照理講 應該是小草大本營 小草大本營就講 你會不會去五一九 說市的只有35% 不會去得有65% 不過剛剛這個 宇先分析非常有道理 我現在也搞懂了 這個東西 你也搞懂了 因為柯文哲的那個態度 就是你看到沒有 他在縮度 軟趴趴的 他不想幹嘛 他不想幹問題 他黨主席 所以這個話 你看黃國昌講話有沒有道理 四月份就籌備 對 所以大家都不可以走 大家都想繞跑 你知道 大家早就講好的 柯文哲想繞跑 對不對 那個黃國昌說 通通不能走 黃國昌講一個關鍵點 阿伯要辦這件事情的時候 還沒有三大案 對嘛 這個事情就是 炸就能打贏好聲 這個跟那個 他主要是 他不管你什麼三大案四大案 他就是要跟你民進黨唱反調 他變成反綠級先鋒 他就是黑綠的大隊長 黃國昌講是要卡住這個位階 卡到這個位置以後 藍軍就會跟著他走 他主要是要做這個牌 他去這裡面有一個人就做肉丁 那個叫柯文哲 柯文哲變成肉丁嗎 柯文哲要落跑 柯文哲看懂了 他要跑 他要逃 他要翹頭 你知道嗎 這個不能改變 黃國昌說他不管你 黃國昌要把你推到第一線上去 黃國昌變成普丁了 柯文哲變成阿兵哥 推上第一線 被他宰 他一個麻煩是 因為館長現在有一個 為什麼不太願意去 因為館長會有一個麻煩 這樣是不是選編 你當反律大英雄 反律急先鋒是黃國昌想幹的 只有黃國昌一個人有利益 那其他人都倒霉 都沒有利益 你知道一件事情嗎 在選舉完之後 南部不是剛剛他講的 宇宣講好幾次 有五萬十萬的南部的人 有什麼南部的大集會嗎 有大集合嗎 你知道發生什麼事情嗎 選舉結束之後 聽說高雄還有南部的一些兄弟的大咖 統統出國了 嚇死了 讓跑了 選錯邊了 選錯邊都跑光光了 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我跟妳講 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這個開玩笑 老賴我們賴賞多厲害啊 都會放過你 他會求後帥你知道嗎 你這樣都兄弟 我不弄妳簡簡單單的嘛 對不對 一抓就抓起來了 哪裡有困難 所以我覺得館長也在Q嘛 館長也是 Q度 現在有一堆事情啊 館長也不是什麼好咖 對不對 他跟你搞搞東搞西 館長到時候 他跟Line也不錯啊 現在大家都想跟Line 跟Line賞交朋友嘛 誰要跑來跟一個倒霉鬼 你看那個樣子 講話那個 氣弱油絲啊 誰要跟這個氣弱油絲 他快要去裝夜客婆的人嘛 裝夜客婆 對不對 他那個德性 誰要跟他交往 所以館長也找理由不去嘛 那他想去的人 只有一個黃國昌嘛 黃國昌是他那個 老門進水了嘛 他就是要 他想看藍軍現在唯一 唯一一個競爭者是誰啊 藍軍現在沒有人跟他競爭 只有一個競爭者啊 誰 屈小新啊 屈小新啊 那麼好玩的咖 那麼好玩的局 黃國昌幫你 油門跟你裁到底啊 玩死你們 欸 他在玩你口袋的錢啊 他不用奔的嘛 他出一支嘴啦 他開都開你的蠻 黃國昌這個是 出點子害死 你之前講那個 嚇你的頭 抹你的臂啊 對 所以我跟你講 最倒楣就是柯文哲 已經要快要上夜客婆了 所以 現在柯文哲才充滿焦慮 二十一號二十號以後 我跟你保證 不會太久 五月底之前 我跟你講 三十路 二十五路 幾路 大搜索 大抓人 難怪他媽媽都出來了 他媽媽的第一個 我跟妳講 一定是很簡單 搜索票 現在大家看不懂柯文哲是 你昨天在監察院裡面 搞了一個事實大會 搞了一個事實大會 以後 你那個整個宣言 軟弱不堪 大家覺得你去示弱 可是沒有想 我覺得柯文哲最厲害的是 他再怎麼軟弱不堪 人再怎麼少 一撿到踢下去 千軍萬馬都來了 你看到嗎 現在剛剛講到 他在這個整個講話裡面 精氣神十足 而且真的感覺是跟民進黨 開戰了 寶萊哥你放錯重點了 你的重點是在於說柯文哲在搶聲 柯文哲硬起來 你先看一下他的按讚數多少 506 我們現在是即時轉播 柯文哲以前在玩抖音的時候 都是數以萬計 結果他搞了一天 一天前 506 比我臉書戰術還少 你說這個叫千軍萬馬嗎 這才是柯文哲最大的問題 我訪問一下 什麼東西可以把柯文哲害死 所以等一下 我不是外行人我不懂 你說這個東西 我都一直在想他在講的話 他的態度 他的內容 結果 裡面按讚數506 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數字 這個太誇張了 不是 寶萊哥 你講話要有人聽嗎 你講話沒人聽就沒意義了嘛 因為好 我們現在確認幾件事 第一 民進黨現在用司法 不是 而且 留言只有55個 沒有人在意 沒有人要評論 因為民進黨現在打柯文哲 我們大家很多人都講說 阿伯會不會抓去關阿伯 那我反問一件事情 寶萊哥 民進黨打柯文哲 他只有一個目的嘛 希望他2028 不要再出來亂 沒有聲量了 沒有聲量了 對嘛 那這才是置他於死地的目的嘛 但結果柯文哲 現在置自於死地 你知道為什麼嗎 他變得無聊了 他什麼都不談啊 他現在 他過去 是不是遇到什麼事情 連楊寶貞 他都要去參加 都要去評論 結果吳宜萱今天講他是什麼 主席不是政治評論員 他不談了 不碰了 那三大案 他也不碰了 說我們專訪 所以柯文哲 他現在叫做 置自己於死地 為什麼 他閉嘴了嘛 他沒有聲量 沒有流量 你說他的舌頭 本來是他的最大的武器 把嘴巴閉起來 舌頭不動就完蛋了 對嘛 所以不要跟我講什麼 五一九保命符啦 什麼東西可以救他的命啦 柯文哲 唯一可以救他的命 就是他那張嘴 而他現在把自己那張嘴 就堵住了嘛 所以來 我們現在來看 Gtalk 剛剛講是五百多個按讚 可是如果說今天講頭 他在這個所謂的YouTube上面 也不過才兩萬 對 寶劉哥你現在講一個重點 來 我給各位一個數字好不好 黃國昌在播這一條的時候 他們兩個同步直播 黃國昌不多六萬人 同一場記者會喔 那黃國昌你知道其他的活動是多少嗎 他自己其他的直播多少嗎 25萬 所以寶劉哥你知道這代表什麼事情嗎 黃國昌作為一個基數 竟然這個基數他的受眾比民眾黨還大 那柯文哲你知道現在流量管到現在多少嗎 多少 四萬 那你知道這個又說明了什麼故事嗎 柯文哲是民眾黨的負面資產 因為民眾黨是個流量黨嘛 對 黃國昌六萬你主席為什麼要四萬而已 所以代表即便有了柯文哲 因為以前我們講柯文哲叫什麼 流量之王 流量保證嘛 就現在出現一個狀況 黃國昌自己出來一個人坐在鏡頭前 玩著那根蔥說柯文哲是哪根蔥 流量25萬 就柯文哲跑出來跟他一起直播 當座喔 變什麼 變六萬 就柯文哲自己變什麼 變四萬 那寶劉哥那請問一下柯文哲現在 還是不是民眾黨的招牌 還是不是民眾黨的吉祥 他不是了嗎 他已經成為負面資產 結果各位你要理解小草的一個概念喔 為什麼今天市警局預估說 上街頭只有1000人 而且這1000人可能999人 還是為了要看黃國昌 因為理由很簡單 小草他代表什麼 代表什麼 非藍非綠嘛 他代表年輕族群嘛 那年輕族群他有什麼特性 他只是看你好玩 看你有趣 看你有流量 看你興奮 所以他是有用流量來做判斷的嘛 就我喜歡你這個人 我就跟著你跑 所以那進來小草喜歡的人是誰 黃國昌啊 黃國昌啊 小草各位 不是民進黨把柯文哲害死了 是柯文哲好無聊 柯文哲 boring 沒有人要看他 所以他才自己現在陷入這個窘境嘛 所以各位再來第二個問題 如果流量都滾到黃國昌身上 那請問一下黃國昌的招牌是什麼 黃國昌的招牌從頭到尾只有嘛 就反對民進黨嘛 你看他每一個直播 罵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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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對於這些小草而言 現在的主旋律是什麼 罵民進黨 罵民進黨 那柯文哲能不能罵民進黨 不能嘛 罵得有我們沒 賴清德總統 賴總統 這個民進黨又怎麼樣 罵得很爛嘛 他也知道喔 柯文哲也知道流量密碼是什麼 現在就是反律才是流量密碼 他反不反得下去 反不下去 反不下去 我反下去 我等一下被抓去關 他的三代壓他動台不得 對所以他現在是進也是死路 退也是死路嘛 所以各位你仔細看 他現在就進沒了退沒了 所以你仔細注意喔 因為最近有出來一個最新流量的表 對不對跟你講說 徐巧鑫負面聲量第一名 然後在民進黨 前三名 前四名 加起來都比不過黃國昌 寶貞哥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當國民黨亞旦的時候 請問一下國民黨現在哪一個人 是打民進黨第一漢將 不要跟我講傅崑奇 他是幫賴清德 他是賴清德助選大將 沒有人啊 徐巧鑫現在不是假裝裝了嗎 身陷在自己的風暴裡面嗎 所以這些聲量這些能量 這些全部都跑到哪裡去 黃國昌身上喔 這才是硬道理嘛 各位我就問 如果說民眾黨是以阿伯 作為一個核心骨幹 大家對阿伯有信仰 但理論上阿伯的聲量要最高 如果黃國昌的聲量比阿伯更高 代表一件事情 第一 黃國昌他吸收的 除了民進黨以外的聲音 而這我們現在確認 就叫做國民黨 再第二 各位不要忘了黃國昌 以前是什麼黨的黨主席 是帶力量 所以黃國昌是怎麼樣加入民眾黨的 帶槍投靠 所以代表黃國昌自己帶了一把槍 反而挹注了民眾黨 而這一把槍現在長得已經連槍口 都比柯文哲的頭還要大 而且519的這個 今天聽了黃國昌講 我才知道說 是他辦的 是他設計的 不但是他辦他設計的 剛剛講 你今天特別我就懂了 他今天選在北平東陸 選在了民進黨中央黨部面前 代表他要帶著整個民眾黨 站在綠 站在民進黨的對立面 現在是誰長著白衣的大旗 就是我們黃國昌 他講這件故事嘛 因為各位你可能不知道 就在今天因為林俊憲賴清德 偷到大弟子是不是跳出來 笑說你民眾黨啦 不敢拜開刀啦 人太少啦 像辦民進黨中央啦 你知道唯一一個出來 印章的是誰嗎 黃國昌 黃國昌出來印章 而且很羞說拜託一下 你賴清德大弟子 你也多讀點書 519 520要辦就職大典 519那邊都管制了 是怎麼有辦法租 出來嗆聲喔 所以各位你要搞清楚這個概念 而且當時陳時中的大會 也是在北平東陸 對 沒有錯喔 所以你要理解喔 就是說當黃國昌 現在不只是聲量 不只是流量 而且他是包括在小草內部 也就是民眾黨內部 已經全面超越柯文哲的時候 所以你現在問一個問題 他對於柯文哲的官司 他需要表態嗎 他支持也沒關係啊 因為保德哥 柯文哲他只有一條活路 就是他回到以前的樣子 所以黃國昌現在已經知道 當柯文哲不再是他對手的時候 他何須在意你 司法是判有罪無罪 所以師兄 現在黃國昌對於柯文哲 真是彼可取而代之嗎 你就剛剛講 這樣講我就懂了 為什麼你要選在北平東路 你為什麼要在民進黨對面 他現在要求的是 因為他跟民進黨已經打死結了 沒有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以後 在整個台灣政治版圖裡面 就看你怎麼切割 如果你切藍白綠 綠永遠是最大的 可是我切綠跟非綠 非綠是大於綠 如果我是非綠的頭 我就有機會往上升 所以現在就懂的是 為什麼他都要跟國民黨合作 因為他要站在非綠的版圖上面 對 沒錯 事實上過去柯文哲 大家都說他很會講對不對 那很會講 為什麼因為沒有任何包袱 他可以批籃可以批綠 我過去說什麼 垃圾不分籃綠 問題是他現在呢 他現在自己搞不好也身先在面 他怎麼講 他現在滿身垃圾 他怎麼講 他現在沒辦法講 他講什麼人家說 那你的必案怎麼樣 你金華城怎麼樣 他根本無處發揮 那現在反而是 你在整個民眾黨裡面誰最能發揮 因為當黃國昌啊 他什麼都可以講啊 因為他沒有任何的包袱 那另外一個是什麼 你看他最近一段時間 他最近一段時間 因為過去呢 這個民眾黨 到底是你要這個清藍 還是要清綠來說 好像柯文哲有點拿不定主意 但是黃國昌最近 他走的路非常穩健啊 他領軍非常的確定 對 他現在怎麼樣 跟藍軍 跟藍軍在一起啊 譬如說你看 他現在跟他最好是誰 侯友宜啊 他隨時都貼在侯友宜的身邊啊 另外是什麼 最近一段時間 他跟這個副軍旗也非常好啊 那現在呢 他現在跟韓國瑜也是非常 嚴必稱韓國瑜啊 譬如說韓國瑜啊 譬如說韓國瑜 今天我們不是在那邊 這個三個黨團 在那邊互相的 政黨協商的時候呢 政黨協商的時候 這個 這個所謂 這個 這個韓國瑜就說 我們同不同一把這個時間改啊 未來這個現實 可以五分鐘左右的時間啊 那當然他說 國民黨黨團 請問一下 民眾黨團同不同意 你看 韓國瑜好啊好啊 馬上就點頭如倒酸啊 就這樣子啊 就這樣啊 他們就同意啊 所以他事實上現在 他們都完全按著這個 國民黨的步驟在走嘛 所以這個 這個柯建民就說 你看 柯建民目前為止 他也知道說 你就是往這邊跑 好那你知道 這個黃國昌後來還出來說 哎呀他為什麼會贊成 他說 這韓國瑜是用心良苦 他用用心良苦 站在韓國瑜 所以就知道 事實上現在整個氛圍當然不一樣了嘛 就是黃國昌現在領著這些所謂小草 而且 因為他目前為止 有流量 而且他有目光的焦點 他又能夠掌握整個這個節奏 現在台灣最重要的政壇發展 目前還是在國會啊 國會是最有這個聚光燈 然後他可以領著這個民眾黨往前跑 那當然他會幹掉 聲勢會贏過柯文哲嘛 所以不知道 現在民眾黨講 不要跟我挑撥離線 我現在在柯文哲講 我跟黃國昌關係很好 黃國昌講 我跟柯文哲關係很好 是這樣子嗎 柯文哲沒有朋友 沒有朋友 他跟任何人都沒有關係好 他跟黃國昌的關係不重要 因為黃國昌 因為很簡單 我一直在公開的建議民進黨 就是這個官司要讓柯文哲走十年 不要那麼快 判刑 因為這個三審定業嘛 他可以打過來打過去 打過來打過去 那柯文哲就背了一個官司 去來當民眾黨的黨主席 這個時候我告訴你 進入選戰的階段 黃國昌的流量也會不見 很簡單嘛 一個黨有三個貪污犯 對不對 我現在可以算給你最少三個 主要柯文哲 黃珊珊 還有一個高鴻安 新竹不要忘了 統統會被判啊 那有三個貪污犯 當黨領導的黨 你認為黃國昌會幹什麼 落跑啦 黃國昌這個跳棋專家 跳棋跟爬牆 他專家嘛 黃國昌爬牆 爬得快得很 一看到你這都被告 你們白浪槓 浪槓 浪槓出哪裡 就國民黨嘛 要選新北 那這個 就是 韓國瑜問他 柯文哲 點頭如抖算 對啊 所以說黃國昌的算 他是背著算盤在玩政治的嘛 他不是今天剛出道 他有沒有從頭到尾幫柯文哲解剖 或是分析過他的案情 沒有 完全沒有嘛 我相信 就是我相信 然後我從來不被輸 所以我剛剛講的 這些 這些都是一群烏合之眾 當柯文哲 我剛剛講 三個重要幹部當被告 主席 立委 然後這個 還有他市長 清楚 三個被告的民眾黨 然後柯文哲 絕對不能夠 不會離開他黨主席嘛 那這怎麼俯選 雙北已經全面殲滅嘛 所以在這個時間之前 黃國昌會做什麼動作 黃國昌就開始爬牆嘛 因為他現在開始就累積用心良苦 這種話你講得出來嗎 所以他準備 他知道 他現在如果一爬牆 他一閃過來 到了新北 用國民黨參選的話 什麼結果 什麼結果 必勝嘛 因為小草在他手上了嘛 剛剛李先生已經講完了嘛 他把小草搶過來 民眾黨唯一的資產就是小草嘛 那小草在誰手上 在黃國昌手上 不在柯文哲手上 所以他一走 小草就走了嘛 他拿了小草的資源 跟朱立倫談 朱立倫那個人 你看他會搞一個 兩個搞一個郭台銘 跟侯友宜兩個出來選的話 他不會再搞一個 黃國昌來選嗎 黃國昌用國民黨的身份出來選 新北市市長會不會贏 沒有沒有敵手啦 是假的 蘇貞昌昨天講的 他女兒很優秀嘛 對對對 你認為我們蘇小會大議員選了過黃國昌嗎 我國民黨身份聽清楚 用國民黨徵招黃國昌進來打 我跟你講新北就穩住了嘛 因為這個新北太重要了 新北2026的新北是確定了 2028年的總統的前哨戰 所以如果新北 國民黨輸掉朱立倫下台 朱立倫這個人別的本事沒有 自私到了極點 對他符合他利益的 他什麼事情都幹得出來 黃國昌他也會用 市長我現在收到很多人傳這張照片過 大家都嚇死了 什麼時候看過黃國昌笑得這麼燦爛 什麼時候可以想到 韓國瑜跟黃國昌兩個可以擁抱在一起 而且不但是他們兩個擁抱在一起 旁邊的人都笑開來了 而且誇張的是 如果你去對比民進黨同樣都去拜會 整個場面碰到國民黨進去大家都笑眼阻開 可是你看 在民進黨進去以後 大家如上考筆 沒錯 市長民眾黨這一次呢 他到底立法院院長要支持誰呢 我們可以把它說是 民眾黨之前有所謂路線之爭 路線之爭 路線之爭來說 到底我們要這個跟藍合作 還是要跟綠合作 這裡面有兩個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 跟綠合作的話 一般都說黃珊珊 因為黃珊珊她比較阻撓 跟這個藍白河這個狀況 然後跟藍合作來說的話 主要路線是由蔡碧如 我們之前講過兩個女人之爭的戰爭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 民眾黨路線的這個戰爭 路線戰爭 但是今天呢你可以看到兩個畫面就出來了 他們這個黃國昌還有他們立院的黨團 分別建了這個韓國瑜還有建了游錫坤 這畫面來說的話你一看就知道說 未來民眾黨的路線其實可能會非常非常清楚 路線出來了 對 為什麼你可以看到 早上他跟這個韓國瑜見面的話 你看兩個人非常開心的這個見面 你看不只是韓國瑜開心 江啟臣開心 然後你看連旁邊的陳昭之跟這個黃珊珊 其實都相當的開心 可是我們看到另外一個畫面 下午跟這個游錫坤見面的時候 你看完全都冷冰冰 我們看黃國昌的表情就不一樣了 那你看游錫坤在那邊苦笑 那你看蔡基昌是已經整個臉 對 笑不出來 相當相當的臭啊 那你可以看到 這好像是說我強迫背到這個地方來 裴笑的感覺 感覺後面有一隻把槍把它壓上去的 對 那你看到黃珊珊的表情 或者像陳昭之類的 其實都跟上午非常不一樣 我們可以把它比喻出來 一個是冷冰冰 一個是熱烘烘 那個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而且我覺得最有趣的一個對話是 韓國瑜去了以後不是跟大家擁抱嗎 是 擁抱了以後下午游錫坤去了以後 他也說那黃國昌跟大家擁抱吧 要去跟蔡衣昌擁抱的時候你看 蔡衣昌馬上就很冷 對 蔡衣昌馬上講 我只跟我老婆擁抱 我不抱別人 對 你看上午的時候最 抱成一團 大家最有心的就是你看 韓國瑜跟這個黃國昌兩個 抱在一起的這個狀況 果然印證了政治上沒有永遠的敵人 保證今天2020年的時候 韓國瑜選總統的時候 他是怎麼K韓國瑜的 對 他還到他們的殺死場的時候 這個是腐敗政治我們要徹底剷除了 結果他還被韓國瑜告 不是還講說有一塊農地 對 農地下面全部都是他們家丟的所謂的垃圾 對 結果他還被韓國瑜告 結果兩個人還有官司 結果沒想到 現在他們兩個居然可以抱在一起 而且笑得還這麼開心 那下午的時候你看 這個水 蔡其昌就去了 因為早上他們抱得那麼開心 他想說下午 你們比照辦理啊 昌昌可以抱一下 這個黃國昌跟蔡其昌兩個可以抱一下 上午是國國 下午是昌昌這樣可以抱一下 結果沒想到 蔡其昌算是我的好朋友 是 我這個朋友也太慘了吧 對 結果沒想到蔡其昌整 誰比到奧嘟嘟 他整場坐在那邊 幾乎是沒什麼講話之外 你看最後要抱一下 沒有不好意思 我通常只跟我老婆抱 你看連握個手 對 就握個手 都這麼改叫 對 而且還這樣很尷尬的表情 所以你看從上午跟國民黨的這個會面 跟下午跟民進黨的會面 你可以看到出來 其實民眾黨的路線 如果從我們客觀的感覺來說的話 你可以看到 應該民眾黨的這個選擇 應該心有答案了 好 說你講說外行人看熱鬧 內行人看門道 這個當然講是熱熱鬧 那大家覺得很有戲 可以說最恐怖的是 黃國昌丟出來的一個單一招尾 單一招尾如果那個真的代表 其實你不能講說 它到底是白綠核還是白藍核 它真正關鍵是 到底民眾黨是反綠優先 還是反藍優先 如果是反綠優先 你就看到反綠優先的大起司才 再比如反綠優大起司才是黃國昌 兩個人 黃國昌今天佔到了西位 黃國昌今天感覺已經足道 足道了以後 你是不是一個反綠的大起已經張起來了 反綠的大起張起來之後 他又丟除了一個單一招尾 來說這個單一招尾是對民進黨來講 最恐怖的打擊 沒錯 自然黃國昌在這裡已經拋出一個 國會改革的另外一個關鍵 就是單一招尾制 他今天講到說 之前有所謂一個委員會兩個招尾 他說兩個招尾就是淪為什麼分章 他說我們要強化整個立法院的政治來說 要單一招尾 單一招尾制來說 其實這個所謂爭議非常大 民進黨內也沒有統一的聲音 結果你知道這個後來 尤錫坤要報回說 尤錫坤同意了 就丟出了這個四項改革 四項改革裡面有一個第四項 其實前三項都大家覺得沒有關係 但是第四項可以說是 踩到了民進黨裡面很多人的紅線 所以就是朝建立常設委員制 單一招尾制度 那因為他這樣 他就說我以個人身份表示贊同 你說我寫完了以後 趕快說是個人身份 那下午馬上就有很多民進黨 相關人士就說 你乾脆吃了這個力 開炮了 開炮像這個尤錫坤 所以你知道這個法案是相當相當 民進黨裡面都以為很多意見的 就沒想到 這個黃國昌丟出這個意見出來 那難道呢 他要跟藍寧互相的合作嗎 因為為什麼 因為假設單一招尾真的通過的話 未來國會多數黨是有可能全拿 就贏者通拿 我每一個招尾都是我可以當成的這個招尾 所以你說 如果今天民眾黨加上國民黨 他就是絕對多數 絕對多數以後 如果是每個委員會只有一個招尾 這個招尾就會被國民黨跟民眾黨全拿 如果被國民黨跟民眾黨全拿之後 未來民眾黨在法律案 在預算案 在人事案 在所有的法案上面 你都沒有提案空間了 對應該是說在法案的這個 招尾可以排法案的優先順序 優先順序的時候 其實招尾就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這個對民進黨來講的話 可能他在立法院的表現上面來說 就會顯得非常的這個賬 自愛的這個狀況 甚至國會因為權力很大 可能這個行政權就會受到牽制 所以有人就說 黃國昌丟出了一個毒蘋果 說這個很糟 這是毒蘋果 對 很糟 我們要這樣子來做 那這樣來做的話 當然我們想 早上他們跟國民黨是談得非常開心 雙方是不是對招尾 有相關的這個政策 我們不得知 但是你從下午 所有民進黨都開炮開網 有習慣你就知道說 很多民進黨是認為不行的 不能這樣做的 所以搞不好 立法院的院長選舉 這只是一個起頭戰 接下來的話 如果假設民眾黨跟國民黨 兩個合作的話 你看從單一稍有這個案子 引起民進黨這麼大的反彈聲音 你就知道說 其實未來的國會 恐怕會相當相當的激烈 董事長 不是講說 民眾黨是不重要的巴西嗎 不是講吳竹慶重嗎 既然藍綠都去拜訪 給贖了面子 但有趣的是 兩邊的表情 兩邊的反應也差太多了吧 對啊 所以看起來就是藍綠來講 民眾黨是對韓國瑜來講的話 比較熱情 而且雙方面比較發自於內心的歡迎 那其實對綠來講的話 就有點比較 大家比較 相敬如兵 將話一點嘛 你看那個屬於比較 應酬式的一個天單 但這些韓國瑜去抱那個黃國昌 也太誇張了吧 韓國瑜本來就是很誇張 所以用韓國瑜的誇張 才有熔兵的效果 熔兵的效果 韓國瑜把他三個人站在那邊 對不對 他們的那個鐵三角 對 民眾黨的立法院鐵三角 你看到沒有 成高之黃三三黃國昌 對 你看那個笑容 你看都令人感動 對不對 韓國瑜是一個高手 韓國瑜在這個感動 你說玩這種東西是高手 這不簡單 成功的達政 應該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2月1號 沒有什麼懸念了 這個韓國瑜了 應該就是這個 韓國瑜跟江啟臣 擔任院長跟副院長 可是他本來不講說 你今天民眾黨的巴西 根本無足輕重 可是這藍綠兩黨都來朝聖了耶 沒有 無足輕重的說法 大部分是綠軍的說法 藍軍沒有講過這句話 而韓國瑜從頭到尾都非常 配合民眾黨的節奏 包括他的政策 還有他今天要尊重小黨 要幫助小黨 韓國瑜講得非常的 今天的大氣 我有看他的說法 他基本上 釋出非常多的善意 他已經把這個民眾黨 把它捧在手上 捧在手上 呵護在手上 你看擁抱完以後 那以後民眾黨在韓國瑜 當這個所謂的院長 之後可以呼風喚雨嗎 當然不可能 不可能 因為要被照顧 韓國瑜講要照顧小黨 對不對 第一個人被定位成小黨 就很憋 你們背就碎了 對不對 沒有大 第二個 韓國瑜要照顧他 我都不知道 韓國瑜拿什麼東西照顧他 因為他照顧他很可能就是 趙偉 因為我覺得他們最後的談判的決策 是看趙偉 如果在趙偉沒有進入實質談判的話 在投票前沒有講清楚的話 我覺得國民黨連趙偉都不會讓 因為這個很現實利益的關係 所以換言之講 如果他們當天的投票方式 當天投 如果不在第一輪投下那8票的話 給國民黨 對 我認為國民黨連趙偉一席都不會給他 談都不用談了 你不夠巧合啊 你給票給得扭扭捏捏捏 不上路嘛 你不上路的時候 我們就大家都動作沒了嘛 因為到最後的談判趙偉是誰來談判趙偉 那這邊的傅崑奇談判 傅崑奇跟我們不跟你客氣 傅崑奇的趙偉是來自他各個黨內同志推選出來的 大家就慘不高水不流就照不走嘛 那你就大家拚嘛 是 所以那當然還會有一些談判空間 不過說硬到那種完全要到 搞到劍拔弩張啦 所以關鍵在第一個2月1號的投票 第二個是投票後的召委 這兩個是主要主題嘛 那這兩個有沒有幫斗黏在一起談 對 我看這個樣子是沒有 看這個樣子是因為都公開了嘛 沒有密室協商嘛 因為國民黨也不願意密室 對 沒有人願意密室協商 不敢跟你密室協商 就是柯建民講的 誰敢打電話給他 嚇都嚇死了嘛 所以這搞到沒有信用這個東西 很難搞 因為柯文哲不快點把他的信用建立起來 真的搞到這個以後的東西 沒人敢跟他談了 對 就沒有辦法談 因為台灣不知道你會不會變什麼樣子 所以這個不確定性太大 民眾黨沒有把他自己的信用 在這一次的過程當中確實建立起來 玩來玩去玩來玩去 搞到一個就是說 你這個就是一個不確定的一個變動因子的話 逼到國民黨去做實質的談判跟合作 所以民眾黨會變成被孤立化 甚至於被甩鍋 好 那今天黃部長也丟出來說 現在招委 美國委員會招委這兩個 他說我去搞一個單一招委 有一個這個單一招委 如果國民黨真的敢接這個招的話 他真的可以逼著未來民進黨 在立法院 人事前 預算權 法律 把所有全部都被卡住了 有這麼好的事情嗎 沒有嗎 不可能是 那我先問你嘛 國民民進黨有多少次的機會 在國會市區絕對優勢啊 上一屆不就是一樣嗎 他為什麼不願意改成單一招委啊 他改成單一招委 讓所有小黨死光光 國民黨死光光 他為什麼不願意做呢 為什麼 因為做下去的後果不堪設想 變成在立法院內沒有和解 只有衝突 那只有衝突的立法院 你覺得這個在野組合 在野聯盟的這種鬆散 不確定的合作基礎 能夠控制到 能夠有確保他的利益嗎 那黃國昌為什麼要丟這個東西 那黃國昌的 他是提議 他倡議這件事情 那些是有的 他是建議國民黨去殺人 你去帶人 你殺完以後你去關 然後我去分錢 黃國昌是 因為很簡單嘛 如果單一招委那麼好 民進黨早就幹了嘛 對不對 民進黨掌握的優勢情況之下 都不願意搞單一招委 你現在兩個合起來的優勢 我跟你搞單一招委 你隨時給我翻臉 那你不高興的時候 你又跟民進黨 跑去跟民進黨合作 你不高興回去怎麼辦 這個事情是嘴巴講講 而且這個壞點子 這個壞點子非常壞 你說這個壞點子 我認為這個點子是柯文哲出的 柯文哲 當然是柯文哲出的 柯文哲就是想耍狠嘛 這表示我敢狠嘛 就是耍狠而已 他除了耍狠嘴巴壞以外 一點效果都沒有 因為沒有人會買單 這個買單下來 不堪設想 對 這個會就會貪心不足蛇吞相 然後自己會惹一身麻煩 而且你沒有能力去阻擋 民進黨的攻勢 對 民進黨還有司法權 你不要搞錯了好不好 剛剛今天的賴清德怎麼樣講法 怎麼樣要求他立法委員 那個多狠的招都出來 清廉 清廉什麼意思啊 他清廉就是告訴你說 老子當總統的第一個會期 的初期告訴你就是要 反貪腐 反貪腐到底吧 我們我們預料的東西 沒錯 兩個禮拜前我就講了 賴清德第一招是反貪腐 今天的牌打出來 你民眾黨這些 你比一大堆人的這個 比賈蘭丁點 還有一些前面 在台北市政府的前案 就淑慧坐到這邊 還擦不乾淨的屁股一大堆 到時候怎麼辦啊 你現在還敢出這種 那麼狠的狠招 你一下就要置民進黨於死地 我會讓你活嗎 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淑慧 今天王國昌丟這個單一招位 真的是不懷好意嗎 他真的是借刀殺人 想借國民黨的刀去殺民進黨 但國民黨不會上當嗎 他不是要借刀殺人 他是要不斷地被拜託 不斷地扮演關鍵的力量 對民眾黨來說 他整個崛起就是 只有一個角色 什麼角色 藍綠鬥 然後他從中取力 他不斷地說 藍綠惡鬥 藍綠惡鬥 但是事實上最希望藍綠鬥的人 就是民眾黨 就是柯文哲 藍綠在爭總統的時候 他就出來 說看看誰 我要幫誰 我當選沒有可能 可是我有決定的可能 讓誰敗選 而且我要推倒藍綠高強 對 那個時候 我記得還在選總統的時候 民眾黨的公職人員 就在節目上說 我們知道阿伯沒有機會當選 可是我們有能力讓別人不當選 後來柯文哲自己也這樣說 所以這是總統的時候 藍綠鬥 然後白就在旁邊說 我要看誰 再來 政府院長的時候也是 他現在又擺出說 藍綠鬥要來求我的幫忙 因為藍綠都想要這個 政府院長的龍頭 所以當這樣的時候 民眾黨才有存在的價值 那招委也是一樣阿 現在有雙招委對不對 那如果國民黨跟民進黨兩個說 不然你一個我一個嘛 我52你51嘛 所以我們每一個委員會 剛好都勢均力敵嘛 剛好分好 民眾黨呢 就沒得完了 民眾黨就變成角落生物啦 你們看一下我阿 不用看你阿 因為我們一人一起剛剛好分阿 所以他要主張單一招委 藍綠再一次搶破頭 然後每一個委員會 就要去拜託民眾黨說 這一次你支持我啦 這一次你支持我 所以他又有八次 八個委員會可以去 扮演關鍵的力量 所以如果藍綠沒有鬥 沒有爭的時候 那民眾黨就是八席 他就沒有空間了 連十分之一的這個力量都沒有 所以為什麼他要 莫名其妙推出單一招委 事實上單一招委對小黨 是極之不利的 因為過去像民進黨這樣 一黨獨大 又單一招委 我每一個委員會都是我招委啦 國民黨根本輪不到招委 無心穎也輪不到招委 正是因為有雙招委 所以民進黨才不好意思說 我一個人專包 才會有一些委員會 國民黨有機會 民眾黨有機會 所以如果是小黨 腦袋清楚的 絕對不會推單一招委 因為那他每一個都沒有啦 他就變成說每一個都拜託人家 又要玩以小吃大 所以他只能分而十幾 對 他明明在這個文會只有一席 可是沒辦法 你們藍綠都沒有過半了 要不然你這一席讓給我 他變成又可以玩幹港效應 所以民眾黨整個 他的重要性跟他的角色 就是不斷地去創造 藍綠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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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來求我 你們來求我 委員會也是這個樣子 那今天為什麼 尤錫坤跟這個韓國瑜 他們兩個 高度高下立判 尤錫坤人都還沒有去 投降書就先寫出來 降書 就先在臉書上說 你們的條件我都同意 但是更可憐的是 成要講 今天韓國瑜還沒有 我們只是談 我們願意願意配合 結果尤錫坤就案 已經承諾修法 建立國會庭政 承諾第一會期修法 強化人事同意審查 承諾第一會期修法 強化立委利益迴避規範 還有這最可怕的是 朝向建立常設委員會 單一招委制度 然後說是用個人身份 競表贊成 這個就是No了 No了 這個像馬關條約一樣 每一條 好我都寫 你要賠白銀多少兩 你要割掉我幾個 這個我通通 但是我最後告訴你說 不好意思 我不代表民進黨 我只能代表我個人 所以你寫這個樣子 又想拉票 你又沒有能力代表民進黨 你走進民眾黨的黨團 你代表誰 你就沒有任何底氣了 所以你看這幾個人 臉都很臭 也不是臉很臭 黃國昌跟黃珊珊 他們不是臉臭 他們是懶得理他 原來你沒有代表性 原來你只有你自己這一票 而且這個完全是空投支票 你知道嗎 因為等他如果真的當了立法院長 他根本不能提案 也不能表決 所以他的個人身份變成0票 他說不好意思 我是答應你了 可是我不能投票 所以你說你講了半天 僅以個人身份 競表戰後 就變成廢話了 就廢話 因為他的個人身份到時候 就不是立委 而是院長 他不能投票 也不能提案 然後蔡其昌為什麼臉這麼臭 他明明講他是個人身份 你就個人就好 你幹嘛在這封詳書裡面 把蔡其昌的名字擺上去 蔡其昌明明弄上來 對啊 你不是太是蔡其昌嗎 這一封詳書出來以後 每一個民進黨 甚至民進黨的民嘴們 全部都罵說沒有人 結果蔡其昌想說 我又沒有說答應 你裡面寫你個人 我也沒有意見 你為什麼要個人裡面 要把我們兩個聯名進去呢 那你有沒有問過蔡其昌 所以今天我覺得 尤其昌就是敗相以露 他已經在做最後一搏了 拉著老臉去跟民眾黨說 不然這樣啦 我個人都答應你 你要我脫西裝 脫襯衫 脫外套 我都答應你 可是只有我而已 我們的黨都不支持我 那你說民眾黨當然不會要 有錫坤一票 還有有錫坤一票幹嘛 反觀韓國瑜跟這個江啟成 他沒有答應什麼條件 他說國會改革我們一起來 那這個就是大家有維持到 基本的高度 可是他講了一句話 才是民眾黨真的要聽的 那些什麼改革 我說都是玩假的 不然講什麼 照顧小黨 為什麼要照顧小黨 立法院裡面還有很多支援 立法院裡面的黨團的運作工作費 立法委員的出國的經費 考察的經費等等的 這一些院長都有分配權 所以為什麼他改革裡面 前三項都提法案 最後一項莫名其妙跑出來一個 定期公佈經費 他要知道你立法院的經費怎麼花 有沒有我民眾黨的一份 你說這兩個照片非常重要的是 站的位置 你說今天黃國昌站這個11位 今天在這個下午也站C位 黃山站在旁邊 這是一個非常清楚的路線的高下立判了 老闆哥當這個帳位出現的時候 遊戲就已經結束了嘛 因為你說當這個位置出來 遊戲結束了 就是藍白河99%的機率 綠白河只剩下1% 因為早上上午看的時候 我還想說好 因為黃國昌他主打的是什麼大棋 反綠大棋 所以今天有黃國昌從門口 他還不是在樓上 門口一路接著韓國瑜 然後樓樓抱抱的 然後一路到樓上去 那個時候誰在旁邊 黃山山是在邊邊 所以黃山山只剩下一個功能 就是代位員 江提成你站這 你站這 插威的 插威最厲害的 但這時候我想說好 那我們等到下午來看 下午總會有不一樣吧 如果下午是有誰出來 黃山山出來贏見有什麼 那就代表沒有喔 民眾黨內部還沒有訂見 但當今天主事者 也是有黃國昌出來的時候 基本上已經是存訂了 喔 幫你跟我訪問一件事情好了 今天過去有沒有黃國昌當請教訓 從來沒有好不好 有黃山山在哪有他的份 黃山山連柯文哲在 他都要站C位 而且重點是 連黃國昌拿個麥克風 看到黃山山的臉色又欲言而止了 對 就今天黃山山完全退居二線嘛 連由錫坤來也這樣嘛 所以這個畫面再跟你講 現在在民眾黨內部 是由藍白河 也就是反綠陣線勝出嘛 那你說這個有沒有柯文哲的受益 當然有嘛 你今天沒有柯文哲的受益 黃國昌愷演這齣大戲嗎 所以常見人還是柯文哲 那好再來回顧到第二個問題 講完這個民眾黨作為一個主體性 那我反問一件事情請教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對韓國瑜 今天韓國瑜跟游錫坤 你知道最大的差在哪裡嗎 動員黨團的能力 韓國瑜有沒有能耐可以去動員黨團 有 當然有嘛 傅崑琦已經輸贏給你看了嘛 我對於國民黨黨團有實質影響力的喔 我有power的喔 我今天你讓我當院長 未來照顧小黨這一件事情 我是有拳頭可以做到的 但是反過頭來 游錫坤 游錫坤能嗎 真的沒有辦法 柯建民還在外面叫囂 一邊他去拜會的時候 柯建民還在那邊 我才不要去咧 看上去有多難看啊 不代表我 還在外面子罵 你說這個蔡吉昌臉色能好看嗎 我一個新潮流少主 然後陪你游錫坤老人家去 然後明明知道說這鴻門業 明明知道說走個過場 那老柯在外面一邊叫囂 所以游錫坤這個代表哥 你知道有多慘啊 好 到另外就是 今天黃三三在跟韓國瑜推分的時候 你說有一個耐人學問他說 欸 叫你們國民黨的人 不要再打我了 對 這個過程是這樣子 因為韓國瑜遜當然像破冰嘛 你以為他只有爆爆嗎 他動作很多嘛 那大家原本是在討論改革的問題 江啟成報告 江啟成說這些都四項 我們五項承諾 跟你這個差不多差不多 結果大家在討論改革的時候 忍不防紅三川冒出一句話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參與這些內容討論 然後他突然說欸 這個韓國瑜委員啊 可不可以約束一下你們黨內同事 不要再來攻擊我 大家社長瞠目結舌 理論上我如果被你這樣一問 我真的是啞口無言的 大家氣氛融洽的時候 你突然來這一招 而且關注的還不是人 是我自己 不要攻擊我黃三 不要再打我了 不要再打我了 但韓國瑜的回應超妙的 你知道韓國瑜怎麼回應嗎 他說 欸 珊珊你委屈了 珊珊委員 你辛苦了 但你看看旁邊的國常委員嘛 他修理我修理最多嘛 誰沒有被他罵過 這沒事嘛 一笑明恩醜 然後黃國昌現場踢了 哈哈大笑 他笑到臉紅太離譜了 怎麼那麼好笑 就這樣子 所以這件事情就擠了 但我不行訪問一件事情 他為什麼要問這個東西 對黃三三為什麼問這件事情 我後來去刷黃三三臉 是我懂了 因為他真的會怕 他怕 黃三三怕 怕國民黨攻擊他 會痛 反正跟你說怎麼可能 那我訪問一件事情好了 一般我們如果遇到狗 在路上廢我們會怎麼樣 不理他 遇到有人在罵你 你不在意你會怎麼樣 我根本不甩 黃三三臉書做什麼動作 他喊提告欸 他說你每一個指責攻擊我的人 我都要提告 所以顯然黃三三對於這些 原論有沒有在意 在意欸 非常在意 而且這不是限於政治層次的工法 所以顯然這就如同他當初 在黃金會的時候 關心說我哥哥淺見國照一樣 他現在為什麼要這樣對韓國瑜講 代表我真的很在意 你能不能拜託他們 不要再罵我了 不要再打我了 所以這是他心中一個很希望 韓國瑜幫他解決的問題嘛 這比起什麼國會改革對他來講 更務實這個層次更顯著 因為大家知道 未來極變政的院長投下去了 黃三三會不會繼續被罵 當然會嘛 繼續罵你綠白爾 繼續罵你小綠 因為還有很多議案 大家要去處理 現在對於黃三三真的有這麼大的壓力 壓到今天台字中場合 他們居然說你不要再打我了 他講的就是你嗎 還有就是這樣 現在台北市政府真的有很多 柯文哲黃三三的資料 會一道菜一道菜的端出來嗎 其實上個禮拜我遇到韓市長 我已經跟韓市長說不好意思 我是不是最近常常批評黃三三 讓你困擾了 讓你在爭取的時候困擾 因為我已經聽到黃三 有人跟我講說黃三三 現在要去跟韓國瑜抗議說 你這樣叫我怎麼幫你支持這樣 所以我上個禮拜遇到那個韓市長 我剛剛想說不好意思 我有時候真的忍不住 該講的就想講 因為我講的都是市政有關的 市政裡面的弊端 還有不是屁股擦不乾淨 是他沒擦 沒擦 所以選前的時候 其實選前的時候 我就一直覺得每一次黃三三在罵別人的時候 我心裡都很想回說 不對啊 這件事明明你們就這樣幹啊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罵別人呢 所以選前的時候 很多人已經一直壓我一直壓我說 現在在談南百合 你不要講了 你不要講了 但是我也怕說 我選前講的時候 被人家說 你就是來影響柯文哲選情的等等 但現在選後總可以講吧 市政有問題的地方 留下來的問題 我們還是一筆一筆要算清楚嘛 那所以我之前就聽到有人來告訴我說 黃三三準備去跟韓國瑜 這個行徑就像什麼 就像那個時候黃金會的時候 黃三三跟金普聰明明要談的是說 藍白要怎麼合作 什麼搭檔啊 到底是全民調還是開放式初選 明明談的是程序問題 怎麼會談一談 變成把金普聰說 你們是不是要查我哥哥 這個是一樣的嘛 人家在談正事 你在談家裡事 那這個 你不能說剛好你們現在有這個立場 你就可以趁機 開始開條件 說你不要打我 你不要打我哥哥 你不要查我哥哥 你不要查我的市政 我覺得一馬歸一馬 那今天我看到這個畫面 我非常的安心 因為站在主接待的人 都是黃國昌 不是黃三三 雖然他是不分區排名第一名 因為我想他們自己也知道 大家寧可跟黃國昌溝通跟合作 因為黃國昌比較穩定 他個性比較穩定 黃三三不穩定 我覺得黃三三很快到底 而且很情緒化 開門前跟開門後 他講的話就會不一樣了 那這樣很不穩定的狀況底下 就是今天閉門沒有關係 我們快開了門以後 然後大家離開了以後 第二天黃三三又在臉書上講 昨天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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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今天看到這個對口是 由黃國昌當主導的時候 我會覺得比較安心 對 當年來上線